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又有人感叹说 该给周老师发展好人卡 是真的好人卡 不是女孩的告白爱情的男孩说的 你是好人 然后卡住了 人一群分 周老师是好人 周老师的朋友也是好人 彰化教育 人称周老师的周深仲 因受十九段案牵连逃离台湾时 彰化名是吴德公 送他三百斤 不久 彰化进士蔡德辉及蔡湘林收到周老师的信 信中说 无辱能及吴德公送毛师一步 不省感激 蔡进士误出 毛师一步及三百斤 毛师及诗经 有诚诗三百 是周老师为保护吴德公而用的银语 蔡进士随即出资分担三百斤 所以吴德公后来又说 德公同蔡湘林 山上纠间三百腹之 周老师逃离台湾时 方擦足吴州 一老夫一语挺来 问其姓名不达 辅一周而提起只追捕周老师的冠军 这暗善意 这位老御夫也是好人 青石陆光绪十四年1888 12月1月条夏季 以训义低费 训导施加珍 李生施早修 分别赤格老板 彰化 现学训导施加珍是周老师的助手 他在周老师逝世后 同蔡德辉 吴德公一起纠结 为其资取赋 施加珍和施早修 于危险中也得得好人相助 沈青山主编并与山庄连珠集 香港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收尸早修改就是七律五手续入车 新章话现令朱公传 拿刘某拿五蜜闸电视 前主令速回泉州以避修风 雨回族里后 二次电闸 二次一闻到新家去拿施加珍及语 石县令 非常景奇 有年亦 因令允毕 杨美亲领曲王亲聚节 一人不到家父之 十岁秦 朱公传 张锦奇也是好人 终把贾山之一1884张锦奇 在台湾带水制线论上 有十多种表达其爱国之情谊 周老师晚年在福州与方昭元家树 迎世消遣 方家树昭元及我在浙江同江县令方雨亭 一门所记的方雨亭 会是确定共识身份 便是确定计是身份及假定名次 潮涛是分配工作的考试 昭元应该是潮涛第一名也 方家树到过泰安 他的姐姐是台中乌丰林家的媳妇 写作本文 有两岸一家亲的感觉时时来洗我心 2018年7月13日记 于北京 作者汪密夫系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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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